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 有人试图要压垮他们 限制他们 让他们失败 事实上 有一些人正积极地采取行动 要阻碍其他人的发展 甚至 如果你有一个目标或梦想 他们会扼杀你的梦想 我们该怎么辨识这些人呢 其实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社会人格者和反社会人格者 山达基发现 这两种人的行为模式非常不同 但却可以辨识 例如 社会人格者自然会想让自己生存的好 也想让其他人生存的好 而反社会人格者却认为别人都是敌人 应该被公开或悄悄地消灭 他们对别人的不信任 已到了惊恐的地步 反社会人格者会犯罪 做违法的事情 所以这第二种人 才是多数破坏的根源 不幸的是 你经常察觉不到他们 他们虽然在刻意制造伤害 却显得相当理性 他们刻意很有说服力 他们的基本意图就是压抑别人 所以他们专门这么做 而且手法巧妙 你听到吗? 他们说会有垂直 预测剪 预测剪 议议师们并没有剪 预测剪 有人看到糖尿吗? 艺术家特别会吸引这种人 因为这种人的眼里容不下艺术品 他们假装是你的朋友 来压抑你 如果梦想莫名其妙地破灭了 找找看 那里一定藏着反社会人格者 虽然这种人 只占人口的大约百分之二十 他们却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如果我们可以认出这种人 就可以避免许多的失败与心碎 幸好 山达基已经发现 这种人是可以辨识的 你只要观察他们的行为 其实 有几项明显的特质 是所有反社会人格者都具有的 将这些特质反过来 就成了社会人格者的特质 比对正反两面 你就会知道你遇到的是哪一种人 例如 反社会人格者的财产观念很差 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属于谁 社会人格者知道财产是属于某人的 他不认同偷窃或不当使用的行为 再举个例子 社会人格者急切地想要转达好消息 他们通常会说出消息来源和确切的内容 反社会人格者处理沟通的方式却完全相反 他们不会转达好消息 好消息会被挡下来 他们会使用概括性的字眼 像是他们说 大家都认为 但是 社会人格者会鼓励他周遭的人 反社会人格者把重点放在坏消息 还有批评或供给的言论 此外 反社会人格者还会更改内容 只沟通恶化 因此 反社会人格者身旁的人 常常会不快乐 只能在生命中满山而行 他们比别人更容易生病 另一方面 社会人格者的朋友及同伴 通常都健康 快乐 而且是极高傲 由此可见 能够辨识这些压抑者有多么重要 一旦你发现 是谁在背地里 造成那些无法解释的失败和不幸 你就可以改善生活 并运用这些答案 让人生不再有低潮 这些工具可以让你明智地选择朋友和同伴 为自己和他人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一旦摆脱了压抑的重担 每个人都能抬起头来 在生活中 重享健康和快乐 我愿意介绍你到城市最新的新艺术 具备了这项知识 我们每个人的前途都是无可限量的 这些人最新的无可限量的 这些人最新的主要是 心聂逝的 一般讨厌 我们每个人都能避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